字幕作词 李宗盛 针对多屏幕和超高解释度的趋势 GIGABYTE推出GVN760 OC4GD绘图卡 採用GK104核心 属于28nm卡扣架构设计 内电6组SMX 设有1152个CUDA Core 96个Tester Unit 和32个ROPS Unit 预设核心时密为1085MHz Boost时密1150MHz 比起NVIDIA公版时密的980MHz 或者1033MHz有所提升 绘图卡设有4096MHz 记忆体容量 比公版2048MHz多出一倍 PCB正版两面 设有16粒HINX H5GQ2H24AFR R0C的记忆体货粒 组成256bit 4096MHz DDR5的记忆体配置 线密保留选用6006MHz 以微绘图卡仍留有一定超频空间 绘图卡采用8加6片供电输入 采用8加2双供电设计 以平衡核心在高负载时的电源消耗 同时可以降低每一组MOSFAT的工作温度 以保持电源稳定的输出 加上设有MOSFAT温度保护机制 可以提高绘图卡的手名和安全性 绘图卡后面 有两组DVI 一组HDMI 1.4A 和一组DisplayPort 显示输出 其中一组DVI接口为Duelink DVID 另外一组是DVID Duelink DVID 可以支援双屏幕输出 或者3D输出 HDMI 1.4A 最高也可以提供4096x21604K解采度输出 绘图卡最高可以同时连接四台显示屏 并利用NVIDIA Surrounding功能 组成闊屏幕效果 为了降低GPU核心温度 和提供GPU Boost 2.0的时密提升功能 Winforce三风扇设计 利用独特设计的三角立体散热技术 Triangle Cool Technology 去设计铝旗片 以提高散热面积 和让风流可以顺材设计 带走热力 设有三组散热风扇 在同一转速下 能够大幅提供风量 加强散热能力 有效保持核心温度于低水平 最后一转速下降 在这一转速下降 有效保持核心温度 在这一转速下降 出现了一转速下降 到这一转速下降